我們先講講小朋友的部份 其實這麼多年以來 我看到很多如果大家有爭拗 尤其是父母分開的時候很不開心 涉及要爭取小朋友的保養權 對小朋友的影響極大 但是問回很多客人 其實一提到我們經常叫的撫養權 究竟他們知不知是甚麼 其實我絕小客人 我可以說這麼久以來 是唯一好像只有一個概念 其實針對一個小朋友 在法庭眼中 因為他小時候 首先第一件事 這個撫養權嚴格來說未必是父母的權 其實是小朋友有權 要可以見到父母 或者接受父母的照顧 但是權這個字 往往令到大人 想著權當然是正面一些好東西 所以我就要爭取了